大家晚上好 2020年的3月 什么载表都晕了 8月18号 刚说完马宝国的事 今天要说第二个话题了 就是这个 隆隆不哭 应该溜了吧 今天呢给大家 把这个图片先放上 放完之后我再给大家讲 好了 一龙呢 要告选武 说选武呢 胡说八道 颠倒黑白 选武呢 我也发这个了 上一期大家看一下 选武说一龙不打 完了 要让选武去河南 选武去了 到了郑州 一龙说我给你呢 打表演赛 咱们就踢棍子 翻个跟头 咱们做表演就好了 选武不干 说我花那么多钱 到最后你让我玩这个 一龙说不干是吧 那给你不打了 把钱退了 选武呢 东北人 在武汉呢 有馆 还能有酒吧 跟社会上一些朋友呢 做 他的钱 也确实有一些 社会上大哥来赞助他 看他打一龙 那么 他也东平西凑 他就想好好打一龙 让大哥们呢 喜欢他 给他一些事业做 他就此翻身 所以呢 他就东界西界的 把钱凑齐了给一龙 没想到呢 一龙已经蠢到了 已经土到了 已经弱到了 连玄武都不敢打 玄武体重是73公斤 一龙体重是88公斤 一龙打过一百多场的职业的比赛 一龙是世界最著名的WC的错所拳王 武林峰错所拳王 居然不敢打玄武 这件事非常讽刺 好了 玄武把那个该说的呢 已经说了 下面我念一下 一龙这个律师事务所 为什么要念啊 出现了特别好玩的 这个律师事务所呢 叫河南 河南 河南 郑州 杨善 律 梁善 河南 杨善律师事务所 接受 一龙先生 先生之委托 指派 赵家律师 就 不是什么网络呀 这个那个的散播 一龙先生的名誉权一事 发律师的函 根据 一龙先生向本律师事务所所提供的证据状况 我这个图片已经发过去了 大家仔细的看 我把时间拉长 大家截图看 那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这个 河南 河南省郑州 杨善律师事务所 我觉得你做事特别特别的业余 我认为这个河南 杨善 郑州 杨善律师事务所 应该是我猜测 是一龙他们家亲戚开的吧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发的是律师函 最后你盖的是河南 杨善律师事务所的公章 特此声明 2020年的8月18号 你盖着工商 公章 你又是合法注册的一个河南郑州的律师事务所 你难道他妈不知道一龙叫刘兴军吗 一龙是他妈的一个网名 你居然拿网名来说话 这个河南杨善什么律师事务所啊 你拿网名来说 我个人认为真到了法院 法院认不认 我觉得都有待考量 为什么 网名不是具备实际的法律意义 任何人都可以叫这个一龙 打死一个别孙儿 所以你我就特别纳闷 你这一个正经的河南省郑州市 杨什么什么基本名 这恶心 杨什么杨善 擦这名这恶心 杨善律师事务所 你居然刘兴军三个字都打不出来 你打个一龙 你玩电子游戏呢 你们是律师事务所吗 你有点专业的东西吗 叫刘兴军先生或者刘兴军同志 你来个一龙 一龙算个屁呀 一龙就是屎 一龙就是狗 一龙就是畜生 为什么呀 一龙这个名字是网络的名字 谁都可以叫 这个郑州省 不 郑州市 杨善律师事务所 连这个都分不清 你开国际玩笑呢 你还好意思发这律师函 你们这个律师怎么当的呀 丢不丢河南人民的人呢 一龙 你就找你们家亲戚弄的这个函吧 还律师函 这是第一 第二 玄武是什么 请大家上网查 这个人 这个律师数学写的是什么 中上所述 说这个玄武称某某某 我们禁告玄武 不能这不能那 玄武请大家上百度查查 是中国四大神兽 朱雀 玄武 白虎 那些还有什么来着 你们想想 对吧 玄武是神兽 他也可以是网名 任何人都可以叫玄武 你找玄武 你跟玄武说个屁呀 人玄武是神兽 你这 河南阳山 阳山律师事务所 还有律师事务所 你丢不丢人呢 一龙 你们家这亲戚开的 这是律师事务所吗 这是养猪场吧 完了起诉我啊 给我发律师函啊 没事 我的律师事务所 我后面的兄弟们 比你强多了 你算个屁呀 养猪场 好了 咱们继续啊 他说玄武 玄武难道你不知道 你要指真是全武的话 你应该这么写 我们指的是 首先我们代表 网名一龙 真名刘兴军先生 正式啊 给发给律师函 发给谁 发给网名 玄武 实际武汉 某某馆 李林 玄武的名字叫李林 李林同志 或先生 我们郑重警告你 或者什么 让你出去这 划去那 你让玄武在网上 玄武是一神兽 全世界十四亿中国人 五十亿人都可以叫玄武 你河南阳山 律师事务所 这那么傻 你说哪个玄武呢 你说哪个玄武呢 你告诉我 你屁都不知道啊 所以你这律师事务所 太可怜了 一龙 别随儿 我骂死一龙 为什么呀 你们知道我骂哪个一龙啊 所以全世界的网友 尤其是河南的朋友们啊 如果认识这个啊 河南阳山啊 什么阳山 你还阳山呢 你好意思吗 律师事务所啊 给人家律师事务所啊 首先 让咱们说 回去查查你们那个工商认定 是律师事务所吗 别搞错了 要不然是不是农业养殖场啊 如果是律师事务所 麻烦您 咱们专业点 网名是一龙 实际叫刘青军 你找谁的 找谁算账 你找的是网名叫玄武 实际讲叫武汉某某馆的李林先生或同志 你说清楚了 东哥不是律师 但东哥这点法律意识 就够你们学的 你们还律师事务所呢 丢不丢人呀 一龙 我不管你干什么 你找这种的 你注定你这辈子就完蛋了 一龙你完蛋了 大家说 那东哥你信这个一龙的话 还是玄武的话 原来的话我二话不说 就信玄武 信李林的话 但是现在呢 我不发表意见 他们吵去吧 我告诉大家结尾吧 我就 东哥说了 东哥就是什么 东哥就是答案 武林 东哥就是答案 就是最终的那个结束 谁都告不了什么 谁也赔不了什么 就是互相的骂 互相的损 谁都告不了 谁都赔不了 东哥把话放着 但是 也有可能 一龙 不太说什么 一龙的团队非常土 你们也知道 一龙团队 他家亲戚 就原来徒弟的 完了之后 给鸡屎喂猪的 抱着猪 哎呦 完了一龙说 来吧 大救 来吧 死救 来吧 三姨 二姨奶 大妈 五姨太 全来 六姨太 全来吧 好家伙 他们家全去了 好开大门的 他们家人 这个啊 就是东哥的一个玩笑话 玩笑话 但是呢 我也深度的怀疑 一龙这团队的 都是他们家亲戚 或者他们家村的 一龙是什么呀 原来啊 就是给社会大哥呀 要账子 人家王洪祥 人家实事求是 王洪祥原来是 酒吧的保安 人家实话说 打武林峰的时候 最早就喊嘛 酒吧的保安 王洪祥 这没什么 一龙你原来 你也没什么 你就给大哥 要个账 有什么的 东哥还吃屎呢 对吧 你不就一马仔吗 一龙 对吧 你在广东 你不就一小马仔吗 给人要账去 哎 你也可以去起诉啊 哈哈哈哈 我就这么说 我犯法了吗 哇 继续啊 所以呢 这个一龙 这个杨善律师事务所 完了 我再跟大家再说一遍 我希望杨善律师事务所 如果真的是律师事务所 如果不是养猪场啊 东哥 你告东哥 东哥有的是法律经验 继续啊 如果你不是养猪场 你真的是律师事务所 这有待考量啊 有待考量 大家河南的朋友们 去查一查去啊 天眼不有天眼吗 还有起查查起查查 哎呦 我做广告了啊 大家看一眼去 他如果真是律师事务所 大家能给他善意的提个醒 东哥也是 东哥不是善意 东哥就是嘲讽 一龙是网名 谁都能叫 你叫 他叫流行军 玄武是神兽 你告古代去啊 你啊 你个傻去 人家真名叫李林 你呢 搞清楚了 你再弄 如果你要不服 你随便把东哥 也给你做一样 特别好 东哥在法院一样 出张名 要不然老是没有我名啊 上不去啊 完了之后 再说一遍啊 这个阳善律师事务所啊 我个人认为 你们这个买卖啊 可能越来越危险了 你们买卖越来越危险 为什么 一龙大骗子 大家都知道了 你这还 还给他 写律师寒 那以后你们怎么接生意 人一听 我连骗子的生意 你都接 当然了 好像都这样吧 哈哈 但是杨善 你这个律师事务所 郑州的杨善律师事务所 你做的 你做的太厉害了 你做吧 啊 做跟做 是不一样的 哈哈 加油 所以这个照片啊 我就给发的时间比较长 大家呢 截图仔细看 对不对 另外呢 就给他那个律师寿司务所查栏了 一定要 善意 你们善意呀 我就不善意了 告诉他 再重新做一个律师 喊 东哥帮你们说 李林 好吧 东哥帮你们说 你们这个 这一点这个法律的意识 好家伙 比较淡薄 啊 东哥就说比较淡薄 对你们也谈不上什么侮辱 当然了 东哥就热切盼望着来起诉 我现在孤独寂寞冷 隆隆不哭 好像是溜了 我没想到都出溜了 所以这件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谁都不爱谁 谁都拉这把头 李林 那把钱拿回来就算了 刘行军呢 就这么着了 完了之后呢 那点事大家都明白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 可能 哎我也不说了 这事 他妈的 要原来我二话不说 支持玄武 现在 希望他说的是真的吧 因为如果这是玄武 要是说错的话 玄武这辈子也完了 那那你这辈子以后 你怎么去打拳 你完了 所以他们俩 这两个人现在都是 到了一个绝路上 跟大家说实话 到了一个绝路 谁真的是骗人 这辈子全完蛋 全完蛋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的认为的结果就是 这儿就是一个无底洞 查不出证据来 你又没有录音 一龙就否认 怎么了 对吗 当然了 麻烦了 李林可以这么做 就是在全世界 直接李林直播去找一龙 给了一龙对着大家 就说这个 说刘兴军 直接叫真名 别叫假名 刘兴军 我跟你说的 我跟外界说的 你说我侮辱了你 你说不对 好 你敢把真实的情况 原封的告诉大家吗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你说一个字的假话 你妈被车撞死 你爸被口咬死 你爸掉山崖里 刘兴军 希望你说实话 你要爱你爸妈 你就说实话 你看刘兴军 说什么 他傻了 我是个小子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 这事特别麻烦 如果说选武要是孤注一掷 就一干到底 那就必须找到一龙 一直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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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追这事 不停 而且一定要跟他当面说 不管他在哪 选武必须到当面 把这事说出行动 完了给大家直播出来 就找了一龙 一龙你给我说实话 你要敢否认 没关系 你要对你爸 你妈发誓 出门被车撞死的 全家 你敢吗 那你们看一龙说什么 大家知道了吧 所以一龙就是 他现在是一步步的走向 走向死亡 活逼该 为什么呀 得罪我了 我一定 一定在一龙的死亡路道路上 我一定的倒点汽油 他不仅死 还得被烧死 我说的 我说的啊 但是我说什么 比喻 东哥这些视频呢 都有证据 如果有人说 阿修东又侮辱一龙 起翻名一拳 你得问 哪个一龙啊 网名啊 不具法律效益啊 请你说真名 所以我只说一龙 不说流行军 这个杨山律师事务所 就到这吧 当然了 我希望你不是养猪场 加油吧 就这么着 逼民 满岁 请大家截图看好了 看东哥说对不对 吉林界 东哥开始挣钱取吉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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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